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时候吃的胃不舒服 你就得多注意点 说的没错 有的时候吃夜宵吃的时候挺开心的 第二天胃还是不舒服 一看你就是夜宵忠实用户 没办法 有的时候工作的晚 晚上还是得吃点 那你可得多注意点 自己的身体自己多照顾 胃要好好养 胃不舒服 可不能不把它当回事 我这都有准备 如果出来不舒服 你随时找我 我都背着了 行 知道了 行了 她刚才一眼不须 她笑到脸胀的痛恨 确实还有点感动 你跟我说 你生病的时候呢 或者手术前的时候 你马上要做那个手术 她是怎么样呢 握着你的手 她就跟我 你放心 我在门后边等你了 等你醒了 我才 我还在你旁边 那你出来 然后那个麻药过了 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呢 你们说了什么 你没事吗 她问我 没事的 没事的 现在好了 好 不用担心 我肯定照顾 肯定每天都煮整个汤给你喝 她特别去到市场 问人家 我老婆身边吃什么东西比较好 因为她不懂 她要去问 后来人家呢 她买一个鱼肉嘛 人家说 你怎么好对老婆 你看 这么大的一口鱼肉 鱼肉 她拿回来给我 你记得多少钱 我说一百块 没有 二十块五 为什么 她说 这个老板说 你对老婆怎么好 我送给你 因为每天都去 对 人家看到她 你对老婆怎么好呢 所以人家都好 还有她会问我中医师 要不煮什么汤给我喝 比较好 所以她天天都花很多时间照顾我 但是她不懂的 她真的不懂 因为我如果不好那么咸 因为医师跟你说 吃东西 吃甜点口味 很暖啊 味道就 其实一半半了 弄出来当年不好吃 但是她还停在身头里面 啊 对 有一些时间可能她要开工 要早上才回来 她可能来不及给我了 然后要睡觉了 她就放一个街头放在场边 就说 你不要工作太辛苦 你自己人去早餐 你要照顾好自己身体 不要身边就麻烦了 所以你都很感动 老公 我觉得哥姐也不行 你要感激 去年身体这么差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有没有任何麻冤 都是她尽心尽来照顾我 我想都挺难在下一世 再找个像你那样的老公 总之 希望真的下一世 还可以再重遇你 还有她对你好的事 真的很温柔 所以你问我 你没有很委屈啊 很生气啊 其实真的 因为你想到她对你好的一方面 你根本没开过所有东西 不愿意 attempt to get back to go 平衡 Off students 那这一天 倪跟个人一天 巧 rodziros 是寻意渝定的 你在这不会说就醉矛 爱 happened please 也就以是我 我一边做了 卢哥 卢哥 真想一人传统力 动了动了 唱歌的事不一样 什么一样 叫我吗 叫谁 叫苏苏 他这属于不愿意接收信号 你叫苏苏还是叫卢哥 老公 叫妮娜 叫妮娜 懵了 怎么也没个回应呢 不明白这种 好 叫我吗 老公 来 我们来了 来 拿着包 好 好 喂喂 帮我拿完一个袋过来 麻烦 好 千里纯樱 好 你有没有东西要拿 我自己去拿吧 我那包太沉了 哎呦呦 你就叫他拿过来吧 真的太沉了 他自己那包也太沉 你叫他帮你拿吗 你不要 这太重了 他自己包也很重 那好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这是苏苏的吧 嗯 给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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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哪 我那包真的巨沉 我跟你讲 巨沉是多沉 爸 你这么客气的 你也太好了 宋老师应该做梦都想要一个你这样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这包真的太沉了 你还帮 你 你这大姐还拿着呢 哎呦我的天哪 好 来给我吧 他好客气啊 来 男生房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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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我来啦 超舒服的 阳台很舒服 这是啥呀 这个建筑 哇好漂亮 像那个火柴搭的小亭 那个建筑真的很漂亮 要去看看吗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你坐在你空空的旅店 你一手拿着苹果 一手拿着苹果 一手拿着明云 在等待你自己的香 洗手拿着水 暴 шji 宝鼠吗 他一来的时候 他说那个建筑特别漂亮 然后我就想给他拍张照片 留个纪念 留这个心 好吗 张岸田 张婉婷 你在哪儿 在这儿 光这一幕就够浪漫的 是呀 你跟谁 我自己 他们在撒狗粮 小小的凑个正常 看一眼看一眼 想老婆了 这个瓶子是金属的结构 不是木头的 所以呢 我也不是木头 你不是木头 你是鱼木脑袋 哈哈 阿田啊 因为他老觉得我是 个傻 个木 老觉得我 什么都不在点上 所以我就 碰出这么一句 婉婷一定很高兴 婉婷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不客气 他在结婚之前 可以什么都不去放太多的心思 但是我们在一起了之后 有孩子之后 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 心思全用在了家庭 我还有孩子的身上 所以谢谢他为了我 为了这个家 为了孩子 全情的奉献 这个房间以前是我的衣帽间 然后有了孩子之后 就一点一点的 把我很多包包啊衣服啊 全都被我卖了 就是二手卖掉了 然后一点一点的 就把这个屋子拆掉了 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这幅画是我有了恩娜以后 就是因为她的这个 这个有一个连接的小触角 其实有一点点像我跟宋老师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孩子 我们的生命 就是就纠缠在一起了 无论将来发生任何事情 就是我们都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东西是在一起了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就是瞬间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这不就是生活吗 这个有糊 这个没有糊 妈妈爱你 妈妈好爱你 就变成花样 哎呀 哎谢谢 发动上 听着我们的转 啊 我会 洗干净 头发爬 上尾干 撑起我们葡萄之难 都是送迎风拍的看到了 谢谢你让我 看到我身上还有那么多美好 哈哈哈 谢谢你 是哭了吧 忍受我的坏脾气 我谢谢你给了我一个 这么完美 美丽可爱的女儿 谢谢 爱你哟 我们别分开好吗 看我心情 当你要特别正式的去面对这些 来自对方的感谢啊 或者爱啊 我会不好意思 他就是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接 很可爱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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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分点活到这儿 一点就行 不行 一点就不行 可以了可以了 这就帮我睡了 请坐 有点湿 有点湿 你坐这个吧 又穿 你坐吧 我拿里边的椅子过来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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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睡是吗 看日出吗 哇 看来今天大家很高兴啊 一游未尽 哈哈 几点了现在 还有三个半小时就日出了 还有三个半小时就日出了 啊 来来来我们干这杯再说吧 小 别别别 来来来我们喝完这杯再说吧 不可以 不可以干哦 那首歌是邓丽君的吧 那是什么歌 《何日君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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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日君之为》 真的不知道 《何日君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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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你唱过邓丽君的歌吗 真唱过 真的唱 小城故事多 小肉唱第一首 第一首 第一首 先听他唱 对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来 这里来做客 好听 好听 长山歌嘞 这边长安那边 对面的姑娘看过来 还不快点过来 快点过来听歌 好冷 写了吗 我现在那个洗澡了 晚安 日出叫你 再不睡咱就真的到日出了 明天可以三点钟 明天可以睡到三点 不 你看到吗 你想丽莎姐熬夜的时候 你就不担心她生气了 她喜欢的事情 这个可以三七点都可以 不喜欢的 几点都不行 我 她说不喜欢你不在她身边 不是我问你 你有没有试过打麻将 打到两三点 我真的觉得她没有打得太频繁 几个月才一次听起来 你有点夸张 你不允许她打麻将 比她打麻将 这件事情有点夸张的要多得多 如果是几个月才一次呢 不会有朋友 跑过来跟我讲 过来跟我说 你还是劝劝你老婆吧 你打得太过分了吧 你去拍戏了 你还有背后一只眼睛看着她 你要重新考虑一下 你这个朋友了 我觉得问题不在理想件事上 那个也是她的朋友 她跟她认识 你是不是赢人家太多钱了 我觉得你们俩需要梳理的 可能不是你们俩之间的问题 你们要重新梳理一下 你们跟朋友的关系 我知道她的关系 但是她朋友的老婆给我害 打麻将打得厉害 我觉得你需要做的 是重新交朋友了 好像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 应该重新找老公 重新找老公 你可以吗 真的可以吗 也可以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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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我觉得 艾伟哥是吃醋了 对 我最喜欢吃醋 因为我不能吃辣 我用醋洗一下 那个辣就没有 跟她一转身 然后一下子就可以说 大不了再找一个 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你有跟她说过吗 以前嘛 以前当年有了 她知道以前 没有很多人追求我这么做 艾伟姐肯定很多人追 肯定 你还肯定 就是追你的人多吗 追我的人当然不多了 看得出来 你们看不出来吗 还是挺可爱的 你现在说双坊说话吗 你不是 我没有 我玩得很脸 好 你要这么非要这么说 我跟宋 我跟宋宁也 也因为这种事抄我家 嗯 就是如果她出去 玩 就说好了 你今天不许喝酒 或者你只能喝几杯 或者你几点必须回来 只要她没有按照我的那个 我肯定要爆炸 我一定爆炸 能想到 嗯 你还喝几杯你都管 我刚怀孕的时候 那时候她喝酒的 但是挺爱喝的 我也不管她 因为刚恋爱 谁管她 就夸张到有一次 我大着肚子 还孕了 喝大了 老婆接我 就那样 然后我就开了 恨不得三四十公里 然后我到那人说 我妹妹们叫人 让她送回去了 那火 你想想我那火 这确实过分了 我又一个人开着车回来了 没接到人 然后等我回来了 还在我们家在家楼下呢 我发现很大火 又很烦 然后她喝完了就那种 哎呀想你 你去哪儿了 我说我接你去了 哈哈哈哈 我在跟他们讲了 哎回来了 老公你去哪里了 老公你去哪里了 哈哈哈哈 我跟他们讲有一次我搭着肚子 然后你喝酒 然后我去接你 哈哈哈哈 怕了 哈哈哈哈 我说Janny 没接到 嗯 你有印象吗 然后我一到家楼下 你就会搂我是老婆 我好想你啊 你去哪儿了 哈哈哈哈 但是威哥你知道 我喝酒 就是 会喝到大的时候 是最放松的时候 那谁不是啊 哈哈你又不让我说完 你说 为什么 哎 就是怎么能做到最放松 就是她在我旁边 她在我身边 我反而喝酒喝的特别的放松 她要不在 我就觉得嗯差不多了 完了回去还得挨骂 对 她要在 就感觉就是她默认我可以喝 然后所以就是 我们两个说在酒桌上 就真的有朋友在 然后我给第一个眼神 我的意思说可以了 不要再喝了 然后如果她假装就看不见 我就会先压着点火 我说喝完这杯可以了啊 哈哈哈哈 嗯 然后还无视我 等到我再说这件事的时候 基本上就可以迁怒于 捉上所有的人 就是所有的人都不敢喝 哈哈哈哈 就是所有的人说 撒我撒我 撒我 不喝 哈哈 然后我所有的朋友 都会替她骂我 我就是看有些人呢 看两夫妻啊 有些人是老婆把她的老公 当做儿子的 都在点的了 嗯 一定是有那个母爱重分的 我跟你说女女人全都有母性 母性 她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Lisa让你 大人有了 嗯 她做家务的时候 哈哈哈 啊 帮你打理那些生活的 她从来没有帮我做家务 我说过那个理由啊 你说 让你锻炼一下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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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心血 全部都是我的设计 花了好多心思 这我真是花了好多心思 然后 给她破坏 是什么意思 砸东西呢 啊 破坏了 她怎么破坏了 把你灯把了 她这里有放一堆东西 那边有放一堆东西 那边做清理工作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清理 借口 我们以前的家 是我所有 其实我对这个家 是很有 寄望的 家里面的一切 都是我设计的 我想看看 他们家设计着什么 这不是画室 这设计的啥呀 那时候曾经 为这个事情吵架 他很乱 我就告诉他 你尝尝 这是我 你浪费了我的设计 我是 这个家不是这样清理 你要 你要整理 那么多的衣服 那么多的杂窝 我不知道 这怎么去处理 我是放弃了 我放弃了 你来搞 你来搞 我也有 买一书 我给他看 你看 你看 你知道怎么叫整齐吗 你看什么叫 简洁吗 简单的简 清洁的简 简洁 你知道怎么叫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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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看 我说屋子不是这样子收拾的 屋子不是 我要的 这个全部都是我 我 我试 我曾经试过发脾气 把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算了吧 你还有理 你还有理 就是他把 把我的 把我的心血给破坏了 我再想 我工作都这么忙 我还要回到家里 还要做这么多事情 你在家里 你都不帮我去处理这个事情 还要投诉我做的不好 后来他说 我不是不干 你放在一旁 等我 我会帮你慢慢搞 好了 等了 一天 两天 三天 这个还在放在厨房里边 还没去清洁好 我没想到 没办法可以原来这个事情 最后我自己去做完它 算了 所以我感觉 真的很可笑 老师投诉我这个事情 李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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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 艾维哥提出了一些质疑 李萨姐就比较 就开始察言观色了 他不会正面的跟她去起冲突 我觉得李萨姐的爱是真 是真爱 她自己的幸福 是我们这些人体会不到的 但是辛苦也是真辛苦 好准确 她一直是欲言又止的神态 是 我跟你说 艾维哥 假如你是我的老公 我是说假如 然后我收拾屋子 尽管我破坏了你的这些装饰 如果你对我发脾气 我一定会跟你说 如果这样你就不要娶妻子 你一个人过 就不会有人破坏你所有的东西 你就不要找一个人 我肯定会这样跟他讲的 如果他敢这样跟我说 人呢 如果他跟我讲 就是说你怎么怎么埋怨我 我一定会觉得 但是这一点 我也忍过去了 我也忍过去 算了吧 算了 我没有为这一点离婚 你也是太爱离婚了 你确实 太离谱了 莉莎姐工作也很忙的 然后她还能帮你做家务 我觉得她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 她如果是完全一个全职太太 如果我真的做得不好 真的我不对 如果她刚好也有自己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 就那是她的生活习惯 其实我很欣赏满田人 她什么都可以感受出来 这一点我要跟她学的 我感觉哪一天勇气出来 我要讲一声说话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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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很累了 回到香港也很累 还有 这个是她说的 她说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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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看我以前多忙 多忙 因为你回到家 你有一半时间不在香港 我没有在家里 还有我 如果我回赖地 我要上班了吗 回到赖地 我还要工作十多个小时 每一天 十多个小时 这是她说的 哎我跟你说 其实我我有的时候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真的能在一起 没有没有 我没有因为这个原因 我懂我懂 我懂我想说的是两个人 你看我跟她 还是有相似的地方 她和小卢就是有过 她跟卢哥有过那 就有相似的地方 其实你们俩也有 比如之前艾维哥一直老说 说她好大压力 其实就是 其实我不是压力啊 我从来不觉得是压力 是 无力 好累 但是可能那个 丽莎姐姐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有啊 嗯 当然累了 打到十一点钟还不累 她可真够了 以前我工作怎么忙 我哪里要打吗 你看你说我以前的没打 后来才打 你看我都不在香港 我怎么打 嗯 对吗 不对 不对 每天晚上都讨论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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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不累 我不想听她 妈 这样的魔咒 艾维哥如果真的 就你跟丽莎姐说要离婚 你走了 然后虽然她很难受 但是真的过了一年以后 你听说 丽莎姐 准备再结婚了 你能接受吗 我送一副麻将给她 这人接受不了 那她还是想你 她还是想让你把那段婚金给打黄 她还是不想让你跟别人好 这个也是 可以 还是不能接受你跟别人在一起 就是你接受了一副麻将 你的婚姻又完蛋了 我都替她们尴尬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本来的意思是 她是你的意思 不是她 不是她 不是这个意思吗 艾维哥我救不了你 她觉得我救不了她了 艾维哥 我跟你讲 很难改变她的思想 真的很难 没办法改变 我给你介绍一个 我给你介绍一个 好 哈哈哈 哎呃呃 能力爱 艾维哥从那都坐起来了 看我的眼神都这样了 在那一瞬间 哈哈哈 我对这个世界又充满希望了 哇 你听她说吧 真的我告诉你 真要丽莎姐转身找了 说怎么哦呦 我都能想象到艾维哥那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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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不就是打个麻将吗 你可不可以心平气和的回来跟我说 不要离开我 啊 你确定吗 我给你打赌 你确定吗 你确定艾维哥会那样吗 我觉得艾维哥是不能失去丽莎姐 他是不是喝醉了 哈哈哈哈 还是我们喝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嘴好硬啊 唉 咱们咱们真的不能错过明天的日出 走走走睡觉 你不是 算得太突兀了 哈哈哈哈 你自己 你在这好好反省反省艾维哥啊 啊 啊 到底睡吧 干嘛 你不睡啊 我睡 对我当然睡 走啊 啊我喝完这杯 哦好 雷哥那我先睡了啊 先睡 嗯 好了 嗯 你也早一点啊 早点睡啊 嗯 你早呢 不开心 老小孩儿 他对 嗯 嗯 林峰的要求 达不到她的愿望 所以她就觉得 我 对丽莎 的要求 丽莎也达不到我的愿望 所以 她就认为我跟她是 差不多的 其实我 我现在呢 我现在不是 我已经超超越了 要其他人来理解我那种 你们不理解我 对我误会 没关系 误会啊 今天她抱着你的时候我都觉得想坑 我就是我对她有动心的那一刻 哇哦 就是 有关于肢体接触 就刚刚她抱着你的时候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形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音乐剧里面认识的 音乐剧组里面 然后她是舞蹈的那个导演 然后她就带着我 解放我的肢体 带着我跳舞 哦 然后我们俩就在 然后她们 把那个整个 就是剧场 她跳得非常好 她整个剧场的 把那些灯全部都关掉 窗帘全部拉掉 然后导演坐在那边 然后她就带着我跳 就整个屋子黑黑的 她就带着我跳舞 我竟然对这种身体接触 没有抗拒的感觉 反而觉得 她身上背的很好呢 行动 爱情最初的样子 嗯 准确 所以 在两个人距离特别特别近的时候 嗯 你那个气场 会感染到 二一个 她身上还蛮好闻的 我能感觉到她身上那种干燥的 非常干净的 有点像 太阳 有点像青草的那种味道 就特别干净 对 请勿打扰 给余生流点 和平安 你知道请勿打扰 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呢 就让我现在睡觉呗 我告诉你 请勿打扰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请勿打扰 啊 你这太走心了 你太走心了 我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对 你这歌呢 你改名说女人说不要就是要 走那种 走那种女人离半狗墙的那种 你这名起得太儒雅了 太像你了 你连想让人请来打扰 都写成请勿打扰 我的天哪 我要好好帮你表达一下 不不不不 那只是我上一段爱情的 最后一生看戏 他看别人都准 对 你人生最爱的一个人是不哥 嗯 最爱的人 是吧 最爱过的 过了 重点在过的 对 爱过 对因为每一天 我内心中的这个百分比都不太一样 第一天好像是 百分之二十八十 今天是第四天 哇 十五十呢 不错 我觉得 我们做了很多游戏 然后 让我觉得很快乐很轻松的 那些画面跟片段 在升温啊 他让我回想起来了 一切安好 一切安好 我可以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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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am i finding you you're my crown now me next i'll see you you are 当面休想 there is no amount of crying you fall all this time you always walked a very thin line you didn't even hear me out you never gave a warning sign you all this time i never learned to read your mind i couldn't turn things around cause i've never given all this i think so 我觉得苏苏是理智的 对 i didn't like the ending you are not my only time 她是不是觉得是不理啊 you might have fed me now you might have the only ex-a-sign you 有爱 就是纠缠 还是想要鼓鼓 不 还挺暖的 今天糖分可以解第二集的苦是不是 中和了 中和了 但是大家心有余悸的感觉在看着 老觉得怕谁发作起来 对 就怕突然来那么一下 可以 张小姐表现得非常好 还调和大家 对啊 真不错 其实你会发现 每段感情每段婚姻 在吵架的时候是真的很丑陋 可是不管多么丑陋 曾经总是会有特别好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就有好多这种细节的电影 啊 苏苏说她写的一个歌什么 请来打扰 请务打扰 对 然后张晏婷说你这就是 女生要说的 不要就是要 女生好像比较喜欢这样子吧 说反话 是这样的 哈哈哈 是吗 你喜欢说反话吗 在亲密关系中不经常会这样吗 你不这样吗 哈哈 我不是这样 我好像之前小的时候可能会经常这样 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 就是她是真的猜不到 哈哈哈哈 但是猜不到的话会不会感受不到的 她可能真的就感受不到 我感受到了 你又说了你不要 那我在想我的感受到底是不是准确的 你知道我就会怀疑自己 那我 那那就那就算了吧 那你到底了不了解我吗 你怎么都不了解我 我说不要 那他就真不要 不是 那我了解你了之后呢 那那你又说个不要 那那那你你你在说谎 哈哈哈哈 对其实是这样子的 哈哈 我其实以前是这样的 我举一个我真实的例子 我是跟我先生逛街 逛了很久了 我问我先生你口渴吗 如果我跟采杰或孙姨一起逛街 我说哎你口渴了 你们是会本能的反应会是什么 嗯渴或不渴 嗯 我们大部分女生是能get到这个点的 我到第三次期很火大了 问你口渴吗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说我给了你三次机会 你就不能体会到走了那么久 是你 对我渴了 我要喝水 然后他说那你要喝水 你就说呀 那你现在要不要喝水呢 我说你觉得我现在要不要喝水呢 哈哈 他说那你的意思是还不渴 但后来再说 我就特别火大 哈哈哈哈 就是女生的作不就是说这个吗 对就说你要了解我 可是后来我们做研究就发现 是各自的成长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从小被要求委婉表达 如果我说我想要想要 那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 好像就有比较的不招人喜欢 有的人成长的体验是要什么东西就直接说 那人不同的生长体验 我们在做处理同样的事情上 我们的逻辑体系完全是不一样的 导致你有不同的处理模式 所以我后来就改了 每次出去如果跟我先生逛街就说 我想喝水老公我口渴了 老公说店里面随便跳 我说我要跳最贵的好 老公给你们最贵的 直达目标 对 你就互相感情就很好 是 那大家怎么看就是 苏苏拿个包 他都觉得不愿意麻烦卢哥 我觉得那会还不是反话的感觉 我觉得他好像是真的觉得怕麻烦他 他觉得自己可能 好像没有那个怎么说 没有那个价值 就是让他去帮我拿这个东西 他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 就是我们就经常说 就是有一种就是拉近关系的距离 叫做在合理范畴以内 向对方提出一些需求 对 如果完全切断这种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种 关系的距离感 对对对 就是两个人不够不够那么的亲密 我还想到另一个层面 我觉得你看前面那两对都是老公 薇薇帮我拿什么的 都是相当于都叫老公 所以他在想说我让卢哥帮我拿包的话 会不会给他一种就是不想增加更多的暧昧 他不想再让他有点那种期望 没错 作为一个社恐我这边有一点点的体悟 我说我们社恐为什么会那么客气 或者是为什么不希望欠人家情 的原因是如果我欠了情 我按照礼貌我得还 可是不代表我是恶意的 不代表我讨厌你 只是我觉得距离越拉越近 对我而言可能是一种困扰 那我觉得在亲密关系 尤其是分开的情侣 可能也有一点这种想法 会不会 就是他其实很重视他 然后呢 但是呢 他就觉得这一刻好像 我们两个浓度还没到的时候 我就不太想 不太想欠你这个 欠你这个人情 这个这个很合理 这个很合理 我觉得最最核心的 一个是本身性格 不太愿意麻烦别人 第二个就是离婚了 我们的边界是清楚的 我的道理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张婉婷听到宋宁峰 跟他表达什么什么的时候 然后他说不客气 但是他确实也有说 他会不好意思 我觉得比起那个不客气 我觉得比较后面是他说 我不要我们都不要分开 然后他说看我心情 这挺傲娇的 这挺傲娇 傲娇 我反倒是真的里看到了他日常生活中 可爱的那一面 就我前面看到的都是张婉婷 特别的凶巴巴的样子 然后你突然发现那个他也有那种 哎呀很很很不好 是是是 我看着我也觉得挺温暖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表达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给自己会定个人设 比如说像张婉婷他确实自己也表达自己很强势嘛 对不对 然后老公说我们永远不要分开好不好 看我心情 这就很可爱 因为就完全符合他的人设 可是也是他困扰的来源 因为理论上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设定 我们在丈夫面前 我们在那个父母面前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标签 有时候我们贴这个标签是为了帮助别人理解我们 可是有时候我们贴这个标签卡住了我们自己 我在你面前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 那当然是看我心情了 那如果要甜甜地喊一句叫做老公我也不想分开你 那就是丽莎姐了 对自己贴上去自己撕不掉 对所以他很困扰 其实我有一个觉得慢慢能去理解前面一两集的时候 我就在想宋宁峰干嘛要去忍受他 喜欢他哪一点呢 你其实可以看到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具有付出精神的人 他会为孩子做很多的努力 而这一点其实是宋宁峰很在乎的 以前我们讲夫妻不是说相爱 我们说恩爱 恩放在前面 其实夫妻之间有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是要相互感恩的 这一段里面我其实看到他们各自的那种感恩的情况 刚晚婷把自己的衣帽间一点点变成孩子的房间 而且没有抱怨 就是那个宋宁峰哭着说谢谢你给了我好东西 所以我觉得不要一看到两个人不好就立马劝他们离压这个分 实际上是你不知道他们在过去建立深厚的这种相互依赖的 相互给予的这种感觉 这个我非常同意 其实很多东西的背后它是是你看不见的 而那个东西奠定了很多很多的基础 我觉得每一次婉婷在里头她感受到的那个真的是 很很真的 她的那种被打开 然后被拥抱住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婉婷可能一个比较难的点 就是说在给的那个背后 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需求 一旦这个无法被满足的时候 就一切就是这样的新风险 只有真夫妻才能呈现这种复杂的情感 是 就是你看那个艾薇 她跟那个丽莎说 那是我精心设计的房子 我的妈呀 你的东西放在哪了 你给我 就给我遮住了或者破坏了 这是一个什么心态 但你知道我听到这的时候 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就是好的一点什么呢 哇终于有除了麻将之外第二个事情了 啊对对对 我们真的耳朵都长剪了 关于打麻将三个字 然后第二句你还没开口 哦八年了 哈哈哈哈哈哈 心情气和 但是我会觉得她有一点给自己 找借口的感觉 可能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丽莎是宠她并不代表不明的 一直在觉得像看着孩子一样 对她一直把很多话都吞回去 艾薇就是只有一种方式是正确的 对 你们其他的都是错误的 而且呢 她没有想法去倾听别人跟她不同的 我的标准就是正确的 你只有执行 你可以坚持 但你要为你的执着想法 承担责任 以及找到妥协的方法 而不是像艾薇一样 就那个装修我精心设计 你就稍微做点改动都不行 会让我觉得 丽莎挺不容易的 对 就她生活里面 她还是有很多细节 她是很主动的 所以就唯独 这个家务这个事情 就觉得有可能确实是 她的一个摆烂的方法 摆烂的方法 因为她接受不了 整个家是凌乱不堪 然后她完全不想着手碰 这个地方我提一个 我大概能够理解的点 因为我老婆跟她很像 就是她也会精心设计一个 她的固执 可是我认为的 她的最大的差别在于 就是既然你在意这件事 你就要为她而争取 就要为她而奋斗 而不是这样两手一摊 那你扫地好了 以后我不管 蛤蜊她跟我沟通 袜子这件事情 她沟通得蛮成功的 她认为袜子 就要放在该放的地方 如果蛤蜊跟我讲 是说你就该放在这里 我会有反弹 我会说为什么是你决定 该放在这里 她那时候跟我沟通 这件事是这样 她说老公啊 我在外头工作啊 开会啊 我会很紧绷 回到家是我放松的时候 而如果我回到 我自己的家里 我心里都会觉得 无预警的 可能会在沙发旁边 餐桌底下 发掘一团臭袜子的时候 我就不能放松 她说老公 我需要放松 她还跟我讲 她说如果你真的 不能够摆在那儿 那你可以帮我一个忙 你脱下的时候 踢到墙脚 让我至少知道 墙脚有袜子 当我在丢袜子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在想的叫做 你看我在让我老婆放松 我可真棒 我可真棒 我可真男人 就其实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 非暴力沟通嘛 我如果需要你做什么事情 我不能直接命令你 因为我们其实 作为平等的个体 我遇到了什么困境 我需要你的帮助 如果你能做到 它对我来讲 是多么重要好的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这种沟通方式 它是符合平等的逻辑的 对 全面科学配方 百年贵族品质 好奶粉 守护更好成长 接下来进入海浦诺凯1897 珍惜营阳守护时刻 让我们一起见证爱的成长 就老规矩 我们每一个人 看完这一期以后 写下我们的感受 那都写完了吗 我们分享一下 由直中开始 我上一期写的是很沉重 然后这一期 我写的也是三个字 有变化 感受到这一期的变化 我写的是 直中老师刚才说的一句话 不要觉得索取是很丢脸的事情 这样才会让我们的关系 更加亲密 我今天最开心就是 感受到这个 然后从刚刚沈老师说出来的 就是恩爱 我一直都认为 就是宇宙的万物轮实感谢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也很喜悦今天 在他们的互动过程当中 感受到这个 我写的是春档花开 我是有一点感动 看到了美好 因为我觉得这一集 让我们感觉有一点点 让人感动的 让人美好的觉得很温暖的东西出来 就像颜冰讲的真的 暖起来了开始了 暖起来了 希望下一集也稍微暖一点点 我们需要更长时间来评论 我写的那是 我也不是木头 很多就是恋爱关系当中 就男性经常会被说 你就像一个木头一样 我们其实心里 有想表达的爱 只是可能要 有更进一步的方式去表达 你们不是木头 你们是砖头 这一期 我们看到了温暖 这还真是挺意外的 而且这么温暖 就跌宕起伏 充满刺激 而且都完全未知 哲理山路是吧 吓人了 这首歌好贴贴啊 挺会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 绕过了三道弯 还有下边的十八弯 我们看看下一期会什么样 我们继续期待好吗 好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可以在微博上带话题 参与讨论 把你的观点分享给我们 好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 下一期的再见爱人 再见容易 再见很难 下期再见 拜拜 我可太爱吃小龙虾了 怎么了 我胃疼 你呀 就爱吃这些刺激的东西 没事 没事 忍忍就好了 胃不舒服 别忍着 冲杯新三九胃态 一航一下 寻找自己最有感触的雕塑 并完成海报拍摄 好好看哦 她说正好我在她心脏的位置 好浪漫 哎哟 哎哟 对亲个手没事 嘿嘿 跟着她这 哈哈 紧张吧 哇 哇 哇 一把抓去 嗯 当时那个风很舒服 在她身边也很舒服 啊 就让时间 停在着就好了 哇 太美了吧 他们两个太合适了 对啊 咱俩 幸福的牵着手 走向不同意识的艺术方向去了 这跟我们的婚姻有关系吗 好像是有关系的 好像 又是好像 你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东西 你的终极理想是什么 就是那个目标是什么东西 那你做的是什么东西呢 你哥是什么呢 你是诗人吗 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突然那么尖锐 他说啥呢 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我表达了他也听不懂 好漂亮 这地儿好棒啊 快进屋 哈喽 你好 谁啊 我来迎接你们的 迪往这边走 喂 我 你走得这么深 你们俩这两天有改编吗 我宁死不缺 你是把离婚挂在嘴上的人吗 是放在心上 可是你不也觉得他好吗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 所有的人都觉得小宋好 就必须当下撕下他的面具 真的有这种人是吧 我是你孩子的妈妈 你在男孩子绑架他 你以前没思考我这个问题 易老师别问了 易老师上班了 易老师 我 他攻击他是事实 他攻击他是 他攻击他是 只是想象出来了 你这么穷 你又不红 你又没本事 我那时候对他就是 却有一种 看不上一种嫌弃 啊 算了时间呢 他变了一个人 我对我爱不爱的 我也不知道 完了 你要干嘛 你完了 胸口好闷啊 遵想加根本 沉浸版等超多精彩内容 本节目由芒果TV 咪咕视频联合播出 我和你眼神交会的地方是一片草长 zg 静想山תי 斤灵 影师 Jr. 诶 奈 興奈 对我 懂 Ivanka 雷尔 一面 可是他们 爱的形状提醒我 曾活在你身上 下一次再见 别怕 把不完整的心 只给我看 轻轻 是起装进口袋 还是会再见 看着我们的平行面 亲手将遗憾变怀念 下一次再见 别怕 把不完整的心 只给我看 我要 拥抱你曾远 住的他 还是会见 那场 我们的平行面 再见 再见 我的 男孩 再见 我的 女孩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关注微博官方账号 爱的在家爱人官微 时时盖的节目目虎话剧 上微博参与在家爱人话贴点评 分享你的节目观货感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特别鸣谢微博情感 首席合作新闻媒体 新浪新闻 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 深度合作平台今日头条 指定问答社区知乎 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 深度知识合作平台 苗东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战略资讯移动平台 网易新闻 网易娱乐 网易谈新社 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 ZAKER特别合作 探探百度输入法 一代价接电白白直播 怪兽充电 致电照片 斗鱼好开视频 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 中国新闻网 北京网 红网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SOHO